行車記錄器拍下爆炸瞬間 住宅區街道 樹木 還有車子都被炸飛 火光衝天 住家門前陷入火海 醫院緊急將病患往地下移動 天空中還有多枚火箭被及時攔截 這是來自黎巴嫩真主黨的反擊 以色列部隊駐守建築物 還有坦克車旁紮營 持續在北部及戈蘭高地巡邏 上周以色列被指控接連引爆真主黨 抠擊及對講機 又對貝魯特南部空襲 炸死真主黨精銳部隊指揮官 還導致上千人死傷 真主黨展開絕地大反攻 向以色列北部發射一百多枚火箭 這回使用的忠誠飛彈射程比以往都還要遠 至少造成死人受傷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回應 不會容忍真主黨開火 禁忌延後週二的聯合國大會行程 以利邊境緊張局勢持續升溫 美國總統拜登也作出回應 以利戰爭引發全球局勢不穩定 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上討論 古巴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種族滅絕 但以國大使反駁 他們是和平的國家從不想開戰 但絕不會對敵人挑釁袖手旁觀 TBN新冠綜合報導 以色列士兵核橋實彈大陣仗闖入半島電視台 位於約旦河西岸雷馬拉的辦公室 軍隊裝甲車就停在電視台一樓大門前 已軍下令辦公室關閉45天 過程全程直播曝光 四個月前 以色列禁止半島電視台在境內運作 上週以色列政府還宣布 吊銷半島電視台記者 在以色列工作的記者證 多次指控他們是加薩的恐怖分子 與哈馬斯有關聯 但以軍的粗暴行徑還有更令人爭議的 當第19號突襲約旦河西岸時 射擊六名巴勒斯坦人還涉嫌虐失 對於加薩更是不停歇的炮轟 南部一所收容逃亡巴勒斯坦人的學校 就成了一片廢墟 至少22人死亡 巴勒斯坦民房倉庫也因為空襲陷入火海 以軍一連串血腥攻擊 引來美國民主黨眾議員大力譴責 只要以色列一致不停火加薩百姓的苦難就永無止境 提變新聞綜合報導 暗夜天空中不斷冒出舉紅火光 宛如世界末日來臨一樣 時不時還傳出爆炸聲響 以色列軍方週六再度狂轟濫炸 黎巴嫩南部城鎮 以軍發言人哈加里聲稱摧毀超過400座真主黨火箭彈發射器 以防強調這場空襲是為了要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來防範真主黨可能發動的反擊 而且擔憂未能徹底削弱真主黨的戰鬥能力 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召開緊急會議 向北部地區祭出大型聚會限制令 以利邊境緊張局勢加劇 就怕演變成全面性戰爭 聯合國呼籲雙方都得保持最高程度的克制 但這恐怕有難度 因為前一天以軍隊貝魯特的致命空襲 死亡人數又攀升 從原先的14死增加到37人喪命 其中包含三名孩童和七名婦女 貝魯特居民痛批以色列是戰爭罪犯 而隨著以色列和珍珠黨的衝突升溫 美國國務院向黎巴嫩境內的美國公民喊話 敦促他們趕緊趁還有商業航班之際飛離黎巴嫩 警告假如安全局勢再度惡化 恐怕不再會有商業離境的選擇 屆時想逃離戰區就沒有那麼容易 TBBS新聞綜合報導 一陣是出空拍畫面 珍珠黨成員把腿狂奔 試圖躲進建築物裡頭 但恐怕是躲不過強力轟炸 以軍報復珍珠黨的火箭攻擊 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造成多人傷亡 多栋建築物毀損 不少人無家可回 以軍在這波襲擊中 成功擊斃了珍珠黨高級官員 如今以色列宣稱 這是他們戰爭的新起點 接下來以色列還會有什麼軍事動作 專家分析只要以色列掌握制空權 這就很可能入侵黎巴嫩 隨著以軍加速並加強 對黎巴嫩爭主黨的攻擊 CNN報導指出 以色列似乎已經不避諱 全面開戰 而且即使不在戰區 以軍行為也一再惹出爭議 越南河西岸折寧民眾拍到 以軍將遺體從屋頂丟到一樓 發指行為勢必在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塌伐 Tubiet新聞綜合報導 多枚火箭彈化過以色列北部上空 空襲警報大響 黎巴嫩軍主黨朝以色列北部城市 採法特發射超過140枚火箭彈 但多枚遭到乙軍鐵球攔截 遭攔截的火箭彈在空中炸出灰煙 但還是有多枚擊中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 甘柴烈火從零瞬間濃煙窜天 正主黨這場空襲全是為了報復乙軍前一天 對黎巴嫩的狂轟濫炸 殘破不堪的景象映入眼簾 居民在瓦利殘台上慌亂奔逃 以色列在當地時間20號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民宅間濃煙窜天 遭轟炸的大樓外拉起封鎖線 救護車不斷在小城內來回穿梭 空襲造成14死多傷 其中死者包括當時正在其中一棟建築內 開會的真主黨高級指揮官之一 阿吉爾 正常今天 秘書在北斗 在非常嚴重 和揭曉的核心 伊布拉伊朗 招詐死的高級指揮官 阿吉爾在1980年代 加入真主黨 是1983年美國駐貝魯特大使館爆炸案的重要成員 同年襲擊美國海軍陸戰隊營區 兩起事件一共造成300多人死亡 讓美國曾經懸賞700萬美元 約合台幣2億來追捕他 如今命上炮火 讓以離情勢迅速升溫 戰火恐怕隨時會再擴大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雷 雷 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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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